1932年1月28日 日本人的飞机 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 祖父用数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书籍 被大火吞噬 片子无存 被焚厚的纸片 乘着寒冷的北风 漫天飘洒在市区上空 数千年祖国文化的载体 祖父大半生的心血 毁于敌寇的炮火 他深人泪下 悲愤之心无以言表 面对空前的灾难 面对艰难的时局 张元济并没有被击倒 作为中国文人的不屈和倔强 以及强烈的悲愤之心 张元济将全部经历都投入到商务印书馆的重建和抗战中来 张元济先生是很有风骨的 你不是要占我的文化吗 我要让你看一下 你能不能把我毁灭掉 1933年4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复兴教科书 接着又相继编印了大规模的大学从书 小学生文库 四库全书真本初级 四部从刊续编 四部从刊三编 从书集成 中国文化从书 世界各国经济史从书第二级 万有文库 又同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从书 百纳本二十四十等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带领下 开始逐渐焕发新的生机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此时的上海处于孤岛状态 时局艰难 整个抗战时期 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细节中 通过图书出版维持商业生存的文化抗战 大大加速了商务人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 在极端困难的抗战期间 商务印书馆自1936年起分八十个分科题目 陆续出版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四十多种 请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把火炬 丛书中多数具有开创性意义 军事学术精湛功力深厚之作 为我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汇聚商务 他们整理古籍翻译西方著作 参与塑造现代中国文化形态 他们在民族威王时期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救亡行动 对道德文化建构和理想社会的设想 都通过商务刊发的书籍 为当时的大众指引了方向 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